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请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欠缺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赐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洞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卑微的弟兄身高 就该喜乐 富足的降碑 也该如此 因为他必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 热风刮起 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 美容就消磨了 那富足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衰残 这段经文其实很清楚了 一开始的问安之后 就提纲切领地告诉读者 在漠视 忍耐和信仰的晋升的重要 当然 要伦如此 就必须要学会一样事情 那就是属灵的智慧 所以接下来的经文 就说属灵智慧是何等重要 于是呢 智慧怎么来的呢 属灵的智慧 像主球的 这个智慧不是指人的点子多 或者人的天生聪明 IQ的高低 这里讲的智慧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所讲的智慧 简单地说呢 就是这个属灵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当人与神的关系越亲密 越深入 当然就有很多属灵的看见 属灵的学习 这是属灵的智慧 那么人没有怎么办呢 那只有向神求了 而且要艰辛地 坚定地来求 这里说三心两意的人 是没办法求到了 我们要坚定地 继续地来到主面前求问他 然后下面的经文就举出一个例子 其实这个例子就是非常好的个案 作为我们体认什么叫做属灵的智慧 这例子很简单 他说 卑微的弟兄能升高 应该喜乐了 这个很容易了解 这个被神高抬了 所以当然喜乐了 不过下面说 富足的降悲也该如此 也就是说 富足的降悲也该喜乐 这个就很难了解了 为什么呢 譬如一个人本来是富足的 现在家到中落 由富足变成卑微了 那怎么会喜乐呢 到底为了什么而喜乐呢 那么下面几句话就讲清楚了 因为富足的人降悲了 失去了一些东西了 他就学会一种属灵的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 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 因着由富足变成卑微 假如能学到这一个属灵的功课 或者属灵的智慧的话呢 其实他应该喜乐的 于是作者一开始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让我们学会一个属灵智慧 求进步的途径 那就是从表象之中 求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从表象看到真相 富足不是永恒的 不过非永恒的富足成为卑微 却能够学会一个永恒的真理 当然应该喜乐了 而这个过程 就是让我们得到属灵的智慧 假如我们明白 作者这个思路是这样想的话 那我们可以预期着 雅各书里面 一定有很多从表象 进入真相的种种教导 我们用期待的心 继续来从这卷书灵修 并且从中得着属灵的智慧 愿神祝福你 平安